自從慈善家加強之後 很多小伙伴都在玩慈善家 我也在玩 畢竟要緊跟版本嘛 但是呢 愛了幾天打之後呢 我突然意識到 這次他加強的不是慈善家 那是手電筒呀 那豈不就是加強了星雲兒 而且星雲兒還剛出了一個 虛妄節奏的掛件 真正的版本之子啊 所以我來了 開局先摸個箱子 可以 手電筒 監管在追先知 那我把盒子拆了 哇 暴率真的很高 現在我一把槍一手電筒 監管這把還那麼玩 啊 他拿什麼玩 先知直接溜三胎 掛地下室又怎麼樣 啊 你不會以為掛地下室 就能攔住我們了吧 醫生看他一舉救人啊 不過呢 他們兩個都沒有活命 救人 但他也不好出 那麼這個時候 就很需要一個關鍵人物的出現了 居然還是極限過半秒救 小潘吃我一槍 好 現在先知安全了 但是醫生躺在地下室 又只有我能出手 雕刻家二階地下室 相信每一個聽過這三個詞的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故事啊 我 無所畏懼 因為我是幸運兒 啊 沒關係 18年後又睡著好話 老套路啊 那個先沾個箱子 然後再開盒子 喲 運氣爆表啊 無愧是幸運兒 尺度已經開始追雞熊手了 啊 哎 這劇情怎麼感覺好像看過啊 不過問題不大 雞熊手遛鬼 我們就在旁邊休機 隨時準備火力支援 哎 這人貓怎麼說 嚇我一跳 問題不大啊 看我飛倫 哎 我飛倫啊 哎呀 又帶錯天賦了 不過問題還是不大 六使徒 啊 繞小破船就完事了嗎 哎 技術手為什麼叫了個飛倫啊 這使徒這麼貪的嘛 還想同時追兩個啊 直接拉到小木屋 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跟過來啊 要不我下去摸過娃娃 算了 心跳來了 在小木屋被咬到了 問題倒不是很大 這個位置呢可以多繞一下 不過要時刻注意回頭看紅光 免得被他反繞了啊 我翻 哎呀 隔板暈 還好 原來還是快彩 你不會帶的是船上吧 bro 赤手比手做啊 差點解鎖使徒全新的插刀動作 走走走 趕緊拉開距離 這把電競很快 千萬不能倒在地牙神 放貓 我賭 啊 還行 剛剛那波距離拉得很完美 掛在上面好過被掛下去嘛 技術來救我了 哎 擦十字架了 快救啊 完了 不好救了 好歹是卡班舊了嘛 這個技術手電機亮了 調酒師電機也亮了 還差還在整機 那技術手應該是要全程陪跑了 直接拉到海邊去 回頭躲個帽 哎 你這 十字架封路 是吧 哎 我翻 還好啊 刷手速慢了那麼一點點 來 一切到車為設 好 電機已經一半了 哎呀 差一點就能照瞎了呀 這波能上大船 嘿嘿 這電機絕對能夠 這個使徒十由八九就是帶了傳送啊 等一下開門站可能有點小麻煩 嘿嘿 你這個貓咬住了有什麼用啊 你又不能跳 電機壓好了 找個機會吃到 或者照瞎它 從倒車入庫 哎呀 又是差一點點 不過電機已經壓好了 他們看的是大門 我能走 扇龍跳動 再接一個翻版加速 直衝大門 機球手直接開爆發 再把我吻了啊 因為使徒果然帶來傳送啊 上路四跑 看到沒有 這就是信神的威力 慈善家 版本陷阱罷了 溜啦溜啦 還會再見嗎 觀眾朋友 再見的時候 你要點贊關注 好不好 你以後可能刷不到我啦 沒關係 你也給別人點贊關注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沒有你我可怎麼活呀 朋友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沒有你我可怎麼活呀